你好 打招呼说你好 竟然也能辨别脑中风 中风的发声会影响到我们的发音 所以有可能这个讲话会变成发音不清 三个动作测试有无脑中风 微笑举手说你好 微笑时观察是否脸歪嘴斜 请他说一一发这个音 如果说有中风发声 他会两边脸颊不对称 那一边的脸颊的肌肉会瘫痪 就变成说法令纹只有正常的那边看得到 平举双手观察其中一只手是否无力而下垂 天气的变化温度的变化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收缩 血管里面的血流量脑血流不足 进一步造成中风的现象 东北风增强气温明显转凉 容易引发心血管急性发作 天气冷的时候就加一件外套保暖 天气比较难跟阿嬷该背着 预防脑中风 注意保暖适当补充水分 维持健康饮食 规律运动都能降低风险 大新闻黄梓阳俊廷台中报导 大新闻黄梓阳俊廷中